本期节目将有六位原创音乐人来到节目试唱 歌手们试听歌曲小样后表达演唱意愿 原创音乐人根据个人偏好和作品风格 对歌手进行反选 各位请注意 接下来请看六位原创音乐人的专属标签 根据标签 歌手们选择歌曲试听顺序 好 先进步 第三个是我只为你而来 这个你是谁 还有个什么我母亲逼我来的 为什么不用妈妈要有母亲 你的重点会不会跟我们不太一样 就是不想听话但是很尊重 下一位是我和亚当合作过 他不会跟亚当合作过 他真的是夏娃娃 嗨 我是董嘉宏 要在自己两百多首demo里 挑一首出来参加节目 实在是非常的难以抉择 直到导演跟我说 这一位歌手也会来 我果断地拿出了这一首 足够 我们知道感觉这首歌适合谁 差不多就是他是为那个人来的 是的 不是 我还不知道 喂 简直了 这不就是你的歌吗 我爱我吧 明明他的梦一点不大 是不留所有的流浪 不让他觉得害怕 之前放逐过多少人忙 不过多少你想做事 有没有到他 什么 后来他都找到了吗 曾经渴望的家 愿意跟我们分享这首个故事吗 这首歌是 我跟我搭档彭彭老师创作的 彭彭 写的是身边有一些情侣 因为房子的原因 然后慢慢地就各奔东西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没有错 只是 是我们经常在没有能力照顾一个人的时候 遇到了那个对的人 对 谢谢你 谢谢你 对 谢谢你今天赶来 谢谢你 这是你的看家 这么不帅聊天吗 但我跟你说 他说了他从他的两百多首歌里面 挑了这首歌出来 对 两百多只有一首歌为你而写 那 后两篇 我们音乐圈是不是融不下这一种 对不起 然后下一场的时候 我还有一首歌是为你 你这个逻辑还蛮整理的 对 恭喜陈立农爆灯成功 同时听选阶段爆灯资格已经全部用完 常规爆灯将在现实交流环节再次开启 下一首大家想听哪首我们小善来 好 最成熟的小善选一首 你现在是老大 你现在给拿出一副老大的样子来用 对 我们弟弟妹妹都听你的 他最后都很坚定 对 对很坚定 他平时应该就是制作人 就应该很少出来 他真的也是有制作人的样子对 哎我想我想说你现在是比较 比较热血一点的歌曲 你们谁会选吗 就类似于热血的歌曲 我有可能会 对浓浓我觉得很适合 我会选 我也会选热血的 你今天穿进去很热血啊 哇 你被人打成这样了一下 告诉你所说就是被打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好了我们跳哪个我们跳哪个 嗯 啊啊关浩德 我认识啊 有他的身份证号在里面 我很大的和弦绝了 一个比一个夸张 哎快38个转音 老师已经在做题了吗 啊对 在写谱了 有欲望啊有欲望有欲望 好 好像这首歌蛮多人有欲望多哦 各位歌手 现在开启限时交流环节 每位歌手在限时六十分钟内 可以自由进入房间 与原创音乐人交流 并给喜欢的歌曲送出唱片 表达意愿 哎呀 根据本期抢椅子游戏环节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有请张亮颖 刘依纸 陈立农 孟佳 李佳格 率先出发 哦 终于到我迷惘 所以你选择的是 周深 说我很喜欢的歌手 站在这个舞台上 他还唱了我的歌 你们不要觉得我做音乐没有前途 就因为这个节目我结识到这么优秀的音乐人 很幸福 我现在看到这个节目是看到失望的 我看到了很多很棒的年轻人 他们是真的有在好好做音乐 长期办下去 会给乐台里面增加很多新生的力量 哎 你好 Lino 你们先聊 我们聊差不多 是因为我刚才爆灯了 然后我等一下再来找您 其实你可以找他了 因为我们差不多正好聊完 我觉得这个节点聊完正好 各位见哦 老师你好 因为你的歌太好听了 然后我刚才 一不小心我就给你爆灯了 我再给你了 谢谢 谢谢 很荣幸可以唱到 专门写给薛志全老师的歌 我的感受是 会不会给阿虹有一些负担 但是已来不及已经爆了 后来我们就发现 我们感觉像一拍集合一样 很开心 太开心了 后来他都找到了吗 曾经渴望的家 那个人一定不想我自卑到这怪他 欢迎我爸爸 明明他的梦一点不得 一点孤单 哎呦 现在听还是 还是 还是觉得很棒 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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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明明他的梦一点也不大 哦 对啊 其实我觉得这是我的键 这是我的调 对 但是有点遗憾就是我 我没有办法就是 直接跟你双向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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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 特别感动的是 因为这个 这个事情已经三年了 曾经有可能可以 稍微低一下这首歌曲 但今天来到 我们的节目 音乐园计划 把这个圆 把它续下去了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高度上去 它是有仪式感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它是有仪式感的 请进 请进 你好 老薛还没有来吗 他走了 走了 他走了 他有问什么问题吗 问谁 问他 姐 你再问他一下 谢谢你说 没有,因为你第一句出来的时候 就让我想到一个人 是,薛老师说的那位 是 因为也是我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大哥 所以那一句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 不行,我就知道 你肯定是从他来的 接下来 我们开始歌曲匹配环节 马上要宣布考卷了 我们的考试要开始了 首先 有请一号房原创音乐人 何佳乐 我的好朋友 我就是很感动 因为 你说的不会不是我吧 哈哈哈哈哈哈 他还好笑 他还好笑 我想看你最后说的 不是他的这个戏码 是门泥 不是吧 不是吧 哈哈 那你应该被排除了吧 我 我跟佳哥姐刚才都已经对过Key了 哦 对过Key了 对 对,所以选佳哥姐 佳哥姐 谢谢 谢谢 你看 以后要先对Key 知道吧 对,要早一步 好的 请选择董嘉宏的歌手齐力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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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了 表达 首先我真的 我真的有点 意想不到就是 我一开始就 抱了薛老师 没想到大家还愿意上来支持我 我 我真的很感谢 都在这个圈子嘛 拉不下脸的 哎 哥,我接着说啊 然后就是 陈寗龙老师 就很谢谢你为我抱的 就是 但是从刚刚我们深入了解之后 我现在真的非常期待你的版本 好不好 那就是我可以休息了是吧 哎 不是 我到今天早上都 没有觉得 这个歌能给你听到 所以刚是 让你听完的我哭了 对 他是因为你哭的 所以还是为你 我问了这个问题 是 这事情给我的是一个 每天生活的小目标那样子 就比如说我遇到一点小挫折 我就想 没关系 以后这首歌肯定拿到薛老师先唱 哇 吸引力法则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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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了一下 哇 加油 啊 我不行了 好 好感人啊 孩子 咱们直接入座好不好 好好好 走吧 好了 那就 不多话了我们就入座吧 耶 耶 有点磕到 我有点磕到 伸手伸重 对 好 好 好 你是可爱的男孩子 好 请选择周富坚的歌手齐力 周富坚是个师傅 哦 刚刚才说你是他的师傅 是的 哦 老师好 好 您的那个标签是什么意思呀 您母亲逼您来的是什么意思 那其实各位老师可能很明显看得出我可能是第一次在这种场合唱歌 对唱歌时候很紧张 非常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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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做音乐开始我妈又觉得说我是唱歌的或者怎么样 其实我是写歌的 所以她很喜欢说你要不能去唱歌 所以我想自己过来唱唱歌可以让她开心一下这样 好 那你今天听到师傅唱歌你给一些评价呢 特别好 你看这老师的眼神评价不要看我的眼神 我觉得唱得很好听 评价师傅你胆子很大 你真的胆子很大 叫你评价你就评价 叫你评价你就评价 给你话课你就跳 不要问我这种问题了 我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有请五号房原创音乐人钟天丽 请选择钟天丽的歌手起立 你好 你抱了你也用起来了 但我要表达敬意 万一他也想选我 有一个双向的这种 首先非常感谢佳格老师 毅然决然的就是 爆灯选择了这一首歌 周深老师 周深老师这一次很感动 因为他知道这首歌 已经被爆灯的情况下 然后他还把他的六张CD都给了我 O1 O1 真的 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周深老师 唱这首歌会非常地炸裂 所以我这次的选择是 是 周深老师 我让你看着我双眼 现在揭晓万众瞩目的爆灯结果 万众瞩目 三号房原创音乐人董嘉宏的歌曲 《足够》有艺人爆灯 暴灯成功的歌手是陈丽农 恭喜歌手薛之谦和陈丽农 将分别演绎 足够两个版本舞台